喜爱动物的公众呢 这个周末有个好去处 新加坡博览中心将举行宠物博览会 其中一些亮点就包括了宠物比赛 如找出最听话的狗儿和毛发最亮丽的豚鼠 今年的博览会将展示特别的宠物品种 一些品种抢先在今天的预展上登场 其中包括这只娇小玲珑的茶杯贵宾犬 和来自法国的纽芬兰犬 只有15个月大的它 体重已经接近50公斤 每当它和主人一起出门 总会吸引众人的目光 狗主表示由于纽芬兰犬性情温讯 它将被培训成能帮助有特殊需要孩子 进行治疗的狗儿 博览会将在这个星期五 在博览中心8号展厅一连举行三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兰犬